嗨!大家好,我是NICO 好久沒有跟大家分享美妝保養品啦 這次我要分享的是關於卸妝的產品喔 我個人覺得卸妝很重要 卸妝比洗臉來的更重要 尤其是每天都會有上妝、擦隔離乳、防曬 這些都是必須要卸妝的 現在的天氣、空污都非常的嚴重 所以呢,每到晚上都一定要卸妝 不管你有沒有化妝或是擦任何東西在臉上 我覺得卸妝這個步驟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還有還有,現在都戴口罩 幾乎口罩都不理臉 所以真的超級容易長粉刺 變成口罩肌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嚴重 而且一定要慎重的看待 我用了微粹宣言的深層淨透卸妝露 清爽型的 是粉紅色這一罐喔 蠟橘修護卸妝露是黃色這一罐 這兩罐我都非常喜歡 但是我特別特別喜歡的就是粉紅色這一罐 我已經用了半罐去了 喔,真的 我很喜歡這一罐的清爽感 蠟橘修護卸妝露呢 最主要的是卸妝同時修護肌 添加Q1010的無色素 呈現淡黃色 不含酒精 敏弱肌呢 還有束後肌也都可以使用喔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完全不需要加水乳化 清爽的質地 全臉卸妝沒有問題喔 防水的彩妝也完全難不倒它 植物型卸妝露溫和不刺激 5秒就可以激素了卸除乾淨 全臉還有眼唇一次搞定 不殘留任何的殘妝 KO掉超級防水 還有超潤色的彩妝 含多種植物油及植物萃取 卸妝同步保養 無酒精 無香精 無色素 還有絕對沒有動物實驗喔 卸妝後的感覺超清爽又很保濕喔 化妝棉絲膚眼皮完全不熏眼 我自己是混合肌膚 用了半罐也完全沒有製痘的問題 最主要呢卸妝後的肌膚 會有滋潤Q彈Q彈的感覺喔 那你們卸妝呢 到底喜歡哪一罐呢 黃色這一罐還是粉紅色這一罐呢 我個人是私心推薦 粉紅色這一罐 因為我是混合肌 就是T字部位比較偏油 臉頰比較偏乾的 所以我就會喜歡用這種清爽型的 黃色這一罐呢 其實也非常的熱銷喔 所以呢可以到官網上面去 看看它的成分 還有一些功效 那你覺得喜歡的話 趕快去購買喔 如果你們今天呢 喜歡我的這次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 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Бca Except....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